来到新疆的第一天 这个地方是吐鲁番 是高昌区 现在是中午的十一点半 打算先吃一个新疆特色的碎肉专饭 再去凯尔景民俗文化园 凯尔景也是与金豪大用河 还有万里长城 被称作我国古代三大工程 刚才在网上团了一个碎肉专饭 19块9 现在过去先吃饭 然后再徒步到凯尔景民俗园逛一下 应该就是这一家哈里克特色专饭 我看他们一直在打饭 刚才在网上团的19块9 尝一下吧 手抓 最肉手抓23 鸡肉手抓25 最肉手抓是最便宜的 团购价 等于说便宜了三块钱吧 像那些羊蝎子 抓饭30多块钱 还有40多块钱的 就这个最便宜了 一杯茶三个小菜 到新疆了 这都是维吾尔族 葡萄沟 已经好了 这个是特色新疆手抓 碎肉手抓 上面是羊肉 里面还有洋葱 黄萝卜 还有红萝卜 应该是 一个叉子 一个勺子 我不会用叉子 赶紧要个筷子吃吧 这是洋葱 还有白萝卜 三个小菜 羊肉挺多的 好香啊 闻起来 里面还有那个葡萄干 好多配菜 到新疆豆腐饭的 第一顿饭 最肉手抓 这个不是羊肉 是牛肉 里面葡萄干特别多 吃起来特别甜 米饭也好吃 黄和不 红萝卜 我没想到这个是甜的味道 好甜 没吃饱 花饭味道还可以 吃起来甜甜的 因为它里面有好多那种葡萄干 东江是个好地方 这边也出产葡萄干 图鲁番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都城 这边有著名的高昌古城 还有交河古城 游击点也挺多的 像著名的火焰山 葡萄沟 凯尔景 等等 凯尔景就在前边三百米 从这个巷道走过去 这边是吐鲁番的老城 也就是葱庄 凯尔景就在前边了 吐鲁番比较干旱 这些房子都是维吾尔族风格的建筑 凯尔景是我国四一级旅游景区 吐鲁番这边每年的降水量特别少 但是蒸发量特别大 这个地方是吐鲁番棚地 极度的干燥 像火焰山那些地方 但是这边属于戈壁滩 不管是山上的血水 流下来之后会迅速的流入地下 人们就发现了这个特点 凯尔景其实就是 在地下挖了一条岸河 把水引出来灌溉龙田 新疆这边总共有1800多桥凯尔景 其中一天200多桥在吐鲁番棚地 总长度是5000公里 规模非常的庞大 它与万里长城还有金航大运河 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 也被称作地下长城 凯尔景主要有四部分组成 像树井 岸渠 明渠 还有烙坝 凯尔景最长的岸渠长达25公里 树井深度达到100米 据考证这个凯尔景始建于西汉时期 这是凯尔景的入口 看一下这个古代伟大的一个工程 从这边下去 凯尔景古代三项伟大工程之一 这是一个修建的博物馆 博物馆的入口 这种就属于树井 这样会加快开凿的进度 比如说每隔多少米 有一个树井 像树挖和大顶一样挖下去之后 再往两边挖树井 密密麻麻的直上直下 现在走进这个凯尔景的内部 欣赏一下 这和咱们那边的地道差不多 就这样 每隔20到50米之间 都会有一个树井 树井是为了用送泥土 还有通风供养 1957年的时候 吐鲁番彭地的凯尔景数量为1237条 到2010年的时候 已经减少到了103条 减少了将近90% 好多凯尔景已经干枯了 因为现在用水量特别大 种植龙作物基本上顶不 打击井之后水位会慢慢下降 所以这些凯尔景 慢慢的都干枯了 新城西门凯尔景介绍 现在所看到的凯尔景 总长度是4500米 树井总数是180年 这些属于明渠 已经把水从岸河里面印出来了 用于灌溉再往前走看一下 近距离观看这个凯尔景挺震撼的吧 当年人为了取水灌溉 真不容易 它一灌溉 二可以避暑 夏季突破这边气氛特别特别高 躲在这个下边 非常的凉爽 这个千山雪水 真厉害 这些水从明区流向了 烙坝 在那边住一个大坝 把这些水风流到各个地方去 关于这个凯尔景的历史 有三种说法 一种就是从波斯引进的 还有阿富汗登地 有一种说法是从我国的内陆引进的 凯尔景一家人 他们在这个暗区下面唱歌 广直比较凉快 因为地面上太热了 记载这边最高温度是49.6度 待在这个地下就凉快多了 这些洞里面就属于暗区 看一下暗区 这些暗区里面每隔两到三米 都会有一个油灯 一是照明用 二是可以测试有没有氧气 氧气足不足 水特别清澈 这个就是这个暗区的一个抛面图 抛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都在水里面 挖进挖掘不容易 竖井的宽度大概是50到60厘米 竖井之间的距离大概是30米到70米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就是为了定位用的 就和现在的水平一样 因为每隔30到70米就有一个竖井 它们都是在向不同的方向 绝境 下面有误差 这个就是木共定向法 把这个木共垂直之后 木共所指的方向就是挖进的方向 这样不会错 每一个那个树井里面都会掉一个木棍 这就是过去垂直的一个水平仪 木共直的方向就是正对的方向 这个水还挺大的 生气的是什么 这个地下长满了树 看这里面长了好多树 这棵树好大 叫团结树 这就是地下了 过不去了 大概就展示了这么一段 真不容易挖这个 往前走一直到雪山了 西门凯尔井 古凯尔井的龙口 龙口指的就是凯尔井的 明渠暗渠渠井的交界处 它也是千山雪水经过地下 水滋城渗透过 暗渠流向明渠的第一个处水口 现在这个地方依然当地人在用水 里面看不清了 这个凯尔井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 等于说这个凯尔井上面是住人的 这是他们的家 想喝水直接从树井里面 打水就行了 这些树都是从凯尔井下面长出来的 穿过了这个屋顶 这是刚才在地下看的那墓空定位 凯尔井始于西汉 其实这个就和那个指南正差不多 上面有两个墓空 刚才看的那个下面也有两个墓空 两个方向是一致的 这就是他们的方向 上面两个人看见没有 在对望 这样看 皮上的壁枝 这种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当年古代是同兵那些 发配一些名副呀 去干这些 要不然靠当地人很难把这个干起来 都是从地下长出来的树 这边是一个葡萄园 工具也没葡萄 好了各位 简单看一下凯尔井 来新疆的第一天吃了一个碎肉手抓 然后就逛了一下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凯尔井 上面也没啥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各位